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拋棄式信箱 剛剛有提過我們今天會用到一些雲端服務 所以如果你覺得 你不是真心的 這樣 會很那個嗎 你不是真心的啊 就是有時候你可能暫時用一下 來測試一下 或者是 深入險境有沒有 我不想用自己真實的信箱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這種拋棄式信箱 那順便提一下 OneNote有筆記的功能 所以 你會發現 在它的右手邊 有沒有可以輸入筆記 有輸入筆記 可以用文字式的 那如果你要用它上面有一個叫手寫筆記 這個要安裝 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那如果你不用就沒關係 手寫筆記就是把我們的畫面抓下來 比如說我可以把這個畫面抓下來之後 它 就可以在上面塗壓 塗壓當作是你的那個手寫筆記 這樣子 好 OK 那你如果覺得這樣 會讓你的螢幕太小 你可以把右上角這個隱藏筆記把它按下去 這樣你的右手邊 有沒有這樣就比較大一點 好就把它藏起來 那你可以找一下 Google一下這個關鍵字 拋棄式信箱 在這邊 我最常用的是這個 10分鐘的 10分鐘就自動消失 我最常用 你只要一進到這個頁面有沒有就產生一個信箱了 對不對 那他就開始倒數計時 那你要收發信件怎麼辦 就在這個頁面裡面 在這邊 你只要不離開這個頁面 你就可以在這邊 去收發信件 所以他如果寄那個認證信給你 就在這邊 看到 待會看到 然後就直接 打開 回覆 或者是點開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好 萬一如果你超過那個時間怎麼辦 超過10分鐘怎麼辦 超過10分鐘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 神啊 再給我10分鐘 因為現在時間不太夠 這樣OK 所以 如果萬一你可能 有些 服務 你想要 只是先測試看看 註冊一下 了解 看看 這樣的情形 你就用這個拋棄式信箱就可以了